明朝真的重视海权吗 最近有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叫什么独夫之心的 说明朝重视海权甚于重视路权 我觉得这个有点扯 首先明朝自立国以来就一直搞海禁 直到1567年龙庆开关以后 才开了粤港一个通山港口 闭关时间将近200年 甚至超过了素以闭关锁国而臭名昭著的清朝 在此期间 外船除了朝贡的不能进 自己的船更是不能出 自发的民间对外贸易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是挤进萎缩 商人们无法通过明朝的对外贸易获利 只能偷渡到南洋一带谋生 其次对于郑和夏西洋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明朝企图发展海权的城市 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朝贡贸易 朱棣以静难为口号谋得皇位 所以他需要通过营造万国来朝的场面 以获得合法性 才有所谓的下西洋之局 明粉津津乐道的旧港宣卫斯等机构的设置 实际上也是象征性的对当地华人进行测封 属于无官署 无助军 无征税的三无产品 其意在于换得对方朝贡 自然算不得实际控制 包括郑和船队在马六甲等地区设置货舱等行为 也是为了方便后续行程 毕竟以朱老四这种超级浩大喜功的性格 贴钱搞朝贡绝不可能只搞一次 但无论如何 这些都与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截然不同 当然也算不上重视海权了 更重要的是 郑和航海所经过的航线 都是自汉代至宋元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 远在汉朝时 中国人便可沿海路到达印度半岛南端 唐朝时到达波斯湾 宋元时便能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说白了就是 历朝历代其实都在开拓这条海上航线 明朝不过是在前朝的基础上继承了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而且并没有继续发展 毕竟他们离近代航海史上最振奋人心的好望角还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明朝其实在海上航线的开拓上与前朝相比 并无特殊之处 更没有显著的进展 实际上除了永乐宣德年间 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几次大规模航海行动 明朝大部分时间对于海洋 哪怕是近海都是彻底失控的 就连沿海地区的军事防御做的都是很差的 甚至出现了72个沃寇 从沿海登岸一路杀到南京城下 竟未舍一人的耻辱战绩 最后还有一点 独夫之心的视频中说 明朝更重视东南沿海区域 而不奋力开拓西域 这是明朝重视海权的重要表现 我是觉得这就有点胡说八道了 明朝那是不奋力开拓西域吗 那是根本开拓不了好不好 明粉最引以为豪的 关西七位不正是明朝奋力开拓西域的证据吗 但结果如何呢 还不是被挡在了嘉域关以东 除此之外啊 包括明朝与蒙古诸部之间持续多年的核战 以及对西藏诸僧俗势力的册封 其实都显示了明朝想尽办法 精略内陆边疆的努力 但这些努力啊 无一例外都宣告失败 这表明啊 明朝从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前现代路权国家 只是受限于国家实力和军事水平的不足 无法做到精略边疆罢了 实际上啊 伴随着唐朝以来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 陆上私收之路沿线上的许多城市和绿洲 都有此消亡 加之自唐中期以来 经济重心开始难移 这使得中原王朝想要经略西域 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而且也确实没有什么太高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可言 但西域啊 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意义呢 绝对是重大而深远的 很多无脑明粉说明朝就是核算了成本 才决定放弃西域 我觉得啊 他们有点小看了明朝作为统一国家的野心 如果大家都和明粉一样斤斤计较的话 那可能今天啊 我们中国的领土早就白扔了六分之一 我们谁还有脸喊出那句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豪言壮语呢 所以啊 只有真正强大的国家才能拿下西域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大意图 显然啊 明朝是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的 明朝真的需要关宁谨防线吗 当然需要了 而且太需要了 因为明朝最怕的就是京城有失 而从辽东进入京济的必经之路就是山海关 一旦山海关有失 经济自然也就难以保全 而关宁谨防线就是针对山海关的系统性布防 啊 这个不只是山海关宁远和锦州三个城池那么简单 而是以锦州为前线 以山海关为后盾 以宁远为中间 南北纵观400余里的战略纵深 其意在于将后金控制下的辽东与山海关隔开 从而将整个辽西走廊彻底锁死 避免由山海关直接面对后金军队的正面冲击 当然有人可能说了 清军想攻下北京啊 可不仅仅只有山海关这一条路可走 也可以借到漠南 绕过关宁谨防线 直接杀向荆棘 比如崇祯二年的几次之变 就是非常经典的战力 但首先啊 这是崇祯年间的事 崇祯年间漠南蒙古诸部逐渐倒向后金 这给了后金借到漠南 跨过长城直扑经济和关内的可能 而号称小中华的明朝藩属朝鲜 也于崇祯年间被征服 这使得后金在与明朝作战的时候啊 可以更加的心无旁骛 但问题是 后金与明朝的对抗 早在万历46年就拉开帷幕了 而万历47年萨尔虎之战的惨败 使得明朝再也无力主动进攻后金 只能转入被动防御 从天启二年开始 孙城中镇纪辽都师开始经营关宁锦防线 不断加固宁远城 并将其视作关宁锦防线的核心 继之而起的袁崇焕 本着保关内匕首关外 保关外匕首宁远的思路 极力经营宁远城 随后又将防线延伸至锦州 以宁远为中心的关宁锦防线最终成型 而关宁锦防线在天启年间抵御后金的过程中啊 实际上是起到了巨大作用的 天启六年 袁崇焕坐镇宁远 诺尔哈赤久攻不下 伤亡惨重 只得退兵 明朝取得宁远大捷 紧接着在天启七年 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再次率军攻打宁远 同时兵为锦州 袁崇焕固守宁远 然后又率军结锦州围 令后金军队无功而返 明朝再次取得宁锦大捷 中天启一朝 山海关始终固若金汤 北京城安然无恙 由此可见啊 关宁锦防线对于明朝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而到了崇祯朝 皇太极吞并末南蒙古 终于有了可以绕过山海关的条件 中崇祯一朝 皇太极多次绕过山海关作战 一度威胁经济 冰封甚至从直立直抵山东济南 至此 关宁锦防线的重要性才开始真正下降 可即便如此 关宁锦防线依旧十分重要 一方面 只要有关宁锦防线存在 关外明军就始终是皇太极背后的一根刺 崇祯二年的几次之变 皇太极已经杀到北京城外 前来就场的正是袁崇幻率领的关外明军 还有崇祯十一至十二年 清军以月托和多尔滚为将 精锐进出 直倒经济 崇祯下诏天下兵马秦王 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祖大寿的关外明军 也正因为如此 尽管皇太极多次绕过山海关进入京级 但每次进军 他总要分兵一部分留在关外以为牵制 避免关外明军袭扰其后方 另一方面 关宁锦防线的存在 使得清军必须借到蒙古进入关内 而借到蒙古 道路本身就更加的崎岖和复杂 对军队的机动性也要求更高 所以清军既不能携带太多的吉仰 也不能携带大炮等重武器 这就导致清军虽然总是能够威胁京级 但却很难实际占领这些地方 只能以削弱明朝的国力和军事潜力为目的 抢劫袭掠过后 迅速退回关外 而皇太极也十分清楚 关宁锦防线给他带来的实际威胁 事实上他对明朝作战的既定策略就是稳扎稳打 先拿下锦州和宁远 打通辽西走廊之后 然后拿下山海关 再经由山海关进军经济定顶中原 即便在崇祯十五年取得松锦之战的胜利后 宁远已成孤城 关宁锦防线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 皇太极面对一众大臣劝其乘胜拿下山海关 并夺取北京的请求 仍旧十分冷静 他认为拿下燕京不能一蹴而就 要像砍树那样 先从两边慢慢砍 循序渐进 由外到内 树自然会倒 综上所述 关宁锦防线在天启年间自然是起到了巨大作用 可即便到了崇祯年间 关宁锦防线的作用虽然有所削弱 但其战略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尽可守于关外 退可持缘关内 有效牵制清军的有声力量 事实上 自后金努尔哈赤时代以来 一直到明朝灭亡 巴西铁骑都始终没有彻底攻下关宁锦防线 关宁锦防线直到崇祯17年 李自成兵临城下时 蔡英崇真 令吴三桂弃手宁远 率军秦王 而宣告瓦解